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一位很高兴我在哈法的一位韩国妈妈朋友 她最近顺利地从我们NS省的NSCC College 这个学院毕业 并且在毕业前就顺利找到了工作 是在我们加拿大本土一家非常知名的建筑工程公司 这个公司在加拿大有十多个office近500名员工 因为我的朋友他在NSCC学的是Architecture Drafting 建筑绘图这个专业 在NS省和整个加拿大来说 这个专业的需求量都还蛮大 属于比较好就业的一个专业 所以说包括我的朋友还有他的同班同学 都在毕业前收到了不止一个offer的邀请来选择 那么他在入职成为建筑绘图员这个职位的话 他的起薪也有4万加币以上的一个年薪 这个在NS省的毕业生的起薪来说 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的话呢 他就可以积累一年的工作经验 可以满足我们NS意义省提名快速通道的要求 然后来办理移民了 那么意义的审理联邦阶段 基本上是半年的时间 他就可以拿到PR了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替他开心 因为这位朋友的故事 我之前去年初的时候 也有在小红书上分享过一篇图文 当时的标题是大龄留学的困境与机遇 哈法妈妈的真实故事 宝宝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翻回之前那篇看一下 当时呢他还正在NSCC上学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加拿大 然后那有其中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选的这个NSCC的Drafting专业 其实和他之前的学历和工作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无关的 所以有几门课非常难 特别的难 他就有一段时间真的快撑不住 因为好几次的作业和考试都快想要放弃了 那到后面一路坚持走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感触和不容易的地方 他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因为不断的有宝宝们咨询 我都是想以大龄留学的方式 或者像我这位韩国朋友一样 通过陪读家长的方式入境后办学签 到我们NS省的college 学一个实用性强的专业 毕业后拿到毕业工签 就会很容易移民 那么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首先呢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确实需要去考虑这个专业 在毕业后是否好就业 那么在加拿大来说 比较好就业的专业 的确是需要动手性或者技术性比较强的 像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西厨 护理 幼教 汽车维修 这些呢是相对学起来比较轻松的一些专业 还有一些也是紧缺好就业的专业 包括这位韩国朋友他学的建筑绘图 还有包括IT编程商业数据分析网页设计 像这些需要更多的动脑更多思考的专业 可能学习的过程就需要相应的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呢如果涉及到道读或者是想学的专业和个人背景 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就需要提前去考虑 采取先办学签入境后转专业或者是陪读转学的方式 那么路径就会相对的曲折一些 当然具体的情况是因人而异的 我会建议有类似想法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在前期多做一些研究和分析 另外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咨询的问题 是关于读完书毕业以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移民路径 特别是最常见的NSEE省提名快速通道 和AIP大西洋毕业生移民通道 这两个项目都是我们NS的国际留学生毕业以后 最普遍采取的移民方式 那么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重点就是有两个方面要考虑 一个是工作经验的要求 NSEE需要申请人在毕业后至少积累一年156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经验 职位是0AB类 而AIP的好处是他不要求申请人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只要在毕业以后职位除了0AB类还可以是C类 只要有拿到雇主的一个聘用合同Job offer就可以递交移民申请了 同时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区别是因为AIP大西洋项目是一个雇主担保项目 它是要求雇主有指定的AIP的资质证书 那么AIP的申请人在从拿到Job offer递交申请 到一直到拿到PR身份这段时间里面 都必须要为这一个指定的雇主工作 也就意味着中途不能够辞职或者换工作 而SEE的优势就在于说没有这些限制 也就是说可以为不同的雇主工作积累一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在递交移民申请后的审理阶段也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今天呢我就是想浅浅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朋友从留学到工作移民的一些经验 因为如果是想明年来入学NSCC的话 今年9月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 我也想从移民顾问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 我所想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希望队友打算来加拿大哈法留学移民的宝宝们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